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躲避警察追捕 陶义智单行道后 直接对撞拦截的警车 古姓男子最后被逮捕 但也造成四名远警受伤 1号下午 桃园市逸文特区上演警匪追逐 桃园警分局同安派出所远警 在下午2点24分行经经国路与大兴西路口 发现古姓通气犯开车经过 立即尾随拦查 古姓男子发现后方警车 马上加速逃逸 远警随即通报拦截围捕 古姓男子沿着逸文二阶逆向行驶 朴子所远警 郑善权以及王孝慈驾驶警车 在同德五阶以及逸文二阶口拦截 古姓男子并没有停下来 直接冲撞警车 警车上的两名远警受到轻微的擦挫伤 王姓远警更有轻微脑震荡 负伤之下仍然奋勇上前 急破车窗 将古姓男子拖下车压制逮捕 该名男子应按发布通气 本所远警于查计时 其拒绝配合 驾车逃逸 本所远警立即发布拦截围捕 骑驾车双撞警车 远警上前破窗 将其逮捕上铐 全案解送归案 围捕过程总共造成同安所 徒子所的四名远警受伤 其中王姓远警有轻微脑震荡 另外有三人擦挫伤以及玻璃割伤 桃园市长张胜正在晚间前往派出所 关心受伤远警 并颁发问问机 请远警们好好修养 记者詹淑云 沙院其中建纲综合报道 国内诈骗事件不断 高检署表示 未来侦办电信诈欺案 被告洋装公务员或律师 银行员等 利用专业知识犯案 还有在集团内扮演工程师 车手等人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身心严重损害的话 都会向法院求除重刑 刑警鹤枪实弹 兵分多路攻坚 指导布法集团犯罪大本营 压制的多名男子涉嫌违法作诈期 嫌犯架设假网站 投资标的包含指数 贵金属加密货币 警方调查30多岁陈欣主贤从IG先出发 宣称短期投资获利就有几十% 加进赖群后又是一番喜闹 直到被害人把钱投到假平台 这才发现重拳套 不到一年已有8人受害 其中一名25岁家管砸了300万 损失最多 这类诈骗不断 不少被害人找上民团协助 民间私改会分析 诈骗集团专挑地圈小白下手 诈骗起手室借由假交友 只要取得信任 行骗大多 无往不利 协助个案里更高达五成 被一片再片 还走到借贷投资这一步 国内诈骗案爆炸性成长 法院有罪判决 往往被批判太轻 检方一号也出招 指出电信诈气中 涉及假检警或是律师 银行员等人 利用专业知识犯案 还有在集团扮演重要干部 工程师 车手头 化物系统商等 以及对被害人造成身心重大影响 像是亲身罹患 忧郁症等 检察官将来侦办都会请求法院 从重量刑 虽然有学者认为或许能有警示效果 但也有法学教授直言 判决是法官权利 检方的作为恐怕 宣誓大于十指一一 记者 陈关勋 陈立峰 台北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是 美国联准会 1月31日宣布 利率不变 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 不太可能在3月降息 美股文讯暴跌 而国内业者则是判断 联准会降息的时辰 落在6月 自由时报报导 因应医院护理员 三班护病笔 新制3月上路 卫福部规划 夜班奖励金制度 昨天预先拨付 1月份的奖励金 超过2亿元 大约有1万多名的护理师受贿 联合报提到了 劳动基金运用局 昨天公布 去年劳动基金 总计获利7000多亿元 创历年新高 其中 新制劳退基金 赚4000多亿元 每名劳工 平均分红超过3.8万元 看完报纸重点 继续来关心 立法院新会期 昨天开议 并且举行 政府院长选举 政府院长都是经过两轮投票 才产生 最终是由国民党的韩江沛出现 在院长的首轮选举时 无轮过半 进入第二轮投票 由韩国瑜对决游锡坤 54比51 确认当选立法院长 而副院长选举 首轮一样没有人过半 到第二轮投票 将启程 54票 打败蔡奇昌的 51票 当选副院长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副院长江启程宣誓就职 新科立委2月1号正式报道 重头戏的正负龙头之争 在蓝绿白各推人选的竞逐下 最后由国民党的韩国瑜 江启程 分货正负院长宝座 游锡坤连任失利 随即宣布请辞民进党 不分区立委 将由不分区名单的王振旭逮捕 游锡坤坦言 先前就跟党主席赖清德报告过 若院长连任失败 会将立委职务让给后进 之前事实上就决定 员6月19号正式去跟报告 因为他是他提名 当顾问区吧 希望他们以后也能 在这方面司法游院长 替国家做一些外交上的努力 那也期待我们 我们这个新的院长 演艺所该演 做所该做 上午举行院长选举 首轮韩国瑜拿到54票 游锡坤51票 黄山山7票 无人获得过半选票 进入第二轮 最后韩国瑜以54票 胜过游锡坤51票 当选院长 不过首轮有一张无效票 引发议论 原来是民众党立委 陈钊兹 因为投票笔 沾有硬污 污染手指跟选票 最后被主席认定为 无效票 我们简短说一下 民众党团副总招 黄山山也表示 这只是一个小疏失 不会有党纪处分 而下午举行的副院长之争 民众党推张其凯角逐 首轮由张启成54票 蔡其昌51票 张其凯8票 同样没人过半 进入第二轮投票 最后张启成54票 胜过蔡其昌51票 当选副院长 政府院长选举 蓝绿白都有技术性量票 就是要防止跑票 而民众党团则在 两次的第二轮投票 因为没有该党候选人 都选择不参与 记者欧荣盈志坚台北报道 立法院第十一届立委 昨天报道 长期关注儿少福利的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林月勤 点出儿少全法 以及学生辅导法 都会是新会期的优先法案 至于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则聚焦诈骗 修法加重刑责 民众党立委吴春成 高喊壮士带进国会 未来要提出高龄化 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和法案来推动 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当选人 上午宣誓就职 立法院也铺上红地毯迎接 国民党台中市平地原住民 立委黄仁墙沙报道投降 还在联防背板签名 让院方紧急擦拭 依然可以看出痕迹 非常抱歉无心插流 那以为说我们新克立委 或者说连任的立委 在这个背板里面可以签名的 红毯亮点多 曾主演麻辣现实的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郭玉琴 带剧中黄中兴主任 叶明志陪同进场 人民进党部分区立委排名第一的林玥琴 长期投入儿哨 相关非营利组织 上午也牵着小朋友一起走红毯 表示儿哨全法 学生辅导法都是新会期的优先法案 据国民党立委当选节 徐巧新目标进驻外交国防委员会 关注两岸议题 也强调诈骗横行 加重刑则是当务之急 诈骗的事情出现了已经非常的愤怒 那所以说未来在诈骗的刑则跟刑度的方面 一定要来提高修正 这回占有关键手术的民众党团 八位立委 其中午春城二度进场 带着壮世代团队成员 高喊壮世代进国会 未来将针对高龄化 手子化推动法案 吴春城强调民众党一定会坚持 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终结蓝绿恶斗 去年7月下旬 帛琉级跪船天使轮船身进水 倾斜后沉船 600多个空柜散落海面 漏油也损坏渔网 高雄检方贞杰认定天使轮的执行长 还有原船长疑似隐秘密船只状况 涉犯公共危险罪 但两人都没有到岸说明 即日起发布通气 其余19名船员在船只进水时 已经尽力处理 不起诉处分 层层叠叠的空货柜都在海上打捞而来 停放在南兴计划区以及高雄港务公司所属的场域 去年7月下旬 帛琉及货柜船天使轮船身进水倾斜沉船 空货柜漂流在高雄外海 危害航道漏油也造成临近渔船损害 高雄地检署在1号侦查终结 天使轮从大连港出海隔天货舱就进水 中途又更换船长船员 新接手船长无法阻止沉船发生 任定员船长以及天使轮的执行长 涉嫌隐匿船只状况 恐涉犯公共危险罪 但两人没到案决定发布通气 出谷至少通气27年 为救部分案情人需带两名被告到案 说明使能进一步厘清 但是两名被告军在境外 且无从合法送达 故意刑事诉讼法规定发布通气 为了收拾天使轮在高雄外海 造成的损害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 找人协助落海货柜打捞 残油抽橱以及船体切除 加上渔业鼠货报的24案18艘渔船损害 截至目前为止 清理及求偿费用已2亿多元 目前已委任律师事务所 也正持续办理并研议队船东 以及PMI保险公司求偿的 最合适的后续的应用作法 两名外籍人士遭通气 是否面临求偿无门的状况 高雄港务分公司回应 已委任律师做求偿 等后续结果出炉再例行评估 记者王庭许正俊高雄报导 中国出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新型A流H10N5病例 并同时确诊季节性流感H3N2 个案发病两周不致死亡 这也是罕见的混合感染致死病例 对此台湾机关署表示 后续等世卫组织评估传播风险 目前维持安徽浙江为第二级旅游警示 提醒民众前往当地要加强防护 近期到中国的民众要注意 因为中国出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10N5病例 个案为安徽省一名60多岁妇女 去年11月底发病 因为病情持续恶化 转院到浙江省治疗两周左右 仍不幸在去年12月中旬死亡 个案检体同时检出季节性流感H3N2 以及情愿性H10N5 简称新型A型流感 而这也是罕见的混合感染致死病例 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的话 是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 我们这边是没有正式的统计 不过当然据我们医学专家是表示说 是有可能这一些的严重度会增加两到三成 机关处表示 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该民个案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病 而且检体为阴性 后续还有待世卫组织正式评估H10N5传播风险 以及疾病严重度高低 不过感染科医事则担忧 动物的流行感冒通常是不会传染给人类的 但如果发生基因突变 未来很可能会像新冠病毒一样 造成大流行 万一他感染到比较多人之后 他的基因又改变 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 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 或者像新冠肺炎 这个传染力这么高 然后他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 那就会是一场灾难 机关处强调 目前仍维持安徽浙江为第二级旅游警示 提醒民众前往当地要加强防护 并落实不接触蟋鸟 不生食蟋鸟蛋类或制品等原则 此外本周新冠和流感疫情都将进入最高峰 加上春节人潮南来北往 年后还会迎来第二波高峰 呼吁民众到公共场所戴口罩并尽快接种疫苗 记者热水平蒋龙湘特报道 林口长庚医院日前收治一名高龄80岁长者 因为负主动脉瘤破裂导致昏迷休克 幸好紧急开刀才将他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 医师提醒负主动脉瘤破裂 死亡率高达六成 老烟枪以及三高患者都是属于高风险族群 要特别注意 高龄近80岁的徐先生激动感谢医劳团队 将他从鬼门关前救回一命 因为去年9月某一天他突然昏倒休克 送医整顿为负主动脉瘤破裂 腹部脏器严重出血超过一万五千cc 幸好紧急开刀 历经九小时接力合作 才终于从死神手上救回来 目前生活自理都没有问题 收治病患的林口长庚医疗团队表示 腹主动脉瘤就像是身体内的隐形杀手 发生滤镜一成 通常没有症状 然而一旦破裂死亡率高达六成 而且往往育后非常差 老烟枪三高男性以及65岁以上长者 都是属于高风险族群 徐先生这个情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棘手中的棘手 因为他是整个破出去后腹枪 那我们后腹枪其实都是一些软组织 所以等于是说没有一个墙壁 很坚硬的墙壁挡住那个血块 所以那个血会一直一直一直流到他的后腹枪 医疗团队提醒民众小于五公分的腹主动脉瘤通常没有症状 但是如果动脉瘤增大超过五公分破裂风险就会提高 因此提醒民众如果出现腹痛背痛腰痛等症状就要提高警觉或就医详细检查 也建议高危险群应定期追踪检查才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记者那视频蒋龙翔特报道 春节即将来临 不少民众安排出国 即日起到二月底 前往日本北海道 东北地区等十个特定机场的旅客 可以在桃园机场内先办理 境外预先通关 新措施上路旅客都觉得很方便 桃园机场后级势力 日本入境检查员正在为赴日旅客进行预先通关入境审查作业 台湾旅客飞顶目的地 只需要再次确认身份盖章后就可以快速通关 入境事先确认措施上路第一天 旅客都觉得很方便 还不错吧 就蛮方便的 现在去日本人很多 所以如果去那边现场用的话通常会排名就 如果可以省一些时间的话还不错 方便啊 就是按试跟检查那个进了一些单子 很方便很方便 那你大概花多少时间 一分钟 农历春节即将来临不少民众安排出国 因应春节旅游高峰桃园机场和日本政府合作 推出台日入境机场事先确认审查作业 让旅客出发日本前利用等待登机时间 先进行护照确认 脸部照片拍摄和指纹采集等作业 大大缩短了到日本机场等待入境审查的时间 加速完成通关 十个机场 十二个特定航班 在一个月的期间 我们预计可能会至少有超过六千名的旅客 能够得到这个服务 淘机公司表示只要符合前往日本短期停留的旅客 包括小孩只要有登机证和护照都可以在桃园机场进行申请日本入境事先确认 目前日本方面提供办理境外预先通关的机场 除韩馆外还有续川秋田仙台花卷三行福岛 新系小松和高松等十个机场 而日本在台入境预审时间为2月1号到29号 记者张熟云 桃园报道 宜兰海岸线去年突然出现大量的不明油污影响生态 一只蓝脸尖鸟当时全身布满油污 动植物防疫所就至分次清洗五遍才将油污给清除 蓝脸尖鸟展开翅膀往海边飞去成功野放 因为宜兰海岸线去年突然出现大量不明油污 当时这只蓝脸尖鸟雅成鸟在五节乡海边被发现 全身布满黑油无法再度起飞 被民众送往动植物防疫所抢救 说一把鱼堆往水池里 测试这只蓝脸尖鸟的捕食能力 以及评估羽毛是否重新具有防水功能 因为油污除了影响海鸟飞行 好会让羽毛失去防水 导致海鸟无法保暖而湿温 然后就这种三道洗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烘干之后再测试它的防水性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防水的话 就再重复清洗 而蓝脸尖鸟因为没有鼻孔 难以控制身体 要清除身上的油污是困难的任务 动植物防疫所上网参考夏威夷动物救商协会的经验 购买洗油污专用的洗洁剂 用不同比例的洗剂 分次清洗了五遍 还终于把蓝脸尖鸟身上的油污全部洗净 是给它在池子里面游泳 看起来状况都非常不错 而且体重也增加了 已经增加到二点多公斤 所以我们才决定要野放 透过这次的经验 防疫所将会留下起记彼的记录 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蓝脸尖鸟属于大洋性海鸟 鲜少接触陆地 在台湾很少见 但在海上数量多 只是人为的污染 却对这类海鸟造成生命威胁 而且从救助到成功野放过程相当不易 协见人为活动破坏环境和生态 要复原何其困难 记者林静伦 宜兰报导 欧洲峰会登场 但对于近期 欧洲农民放宽 环境监管的诉求 欧盟暂时没有纳入讨论 引发各国农业团体抗争 比利时农民的拖拉机车队 彻夜开进欧盟首府 比利时布鲁塞尔 在欧盟总部外继续示威 一辆辆拖拉机在深夜驶入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区 占据车道瘫痪部分交通 在今年度第一场欧洲峰会 开始前数个小时 欧洲各地农业团体 纷纷加大抗争力道 要求欧盟领袖正式农民的诉求 欧盟去年通过新的环境监管政策 要求农民遵守更严格的生产标准 确保生物多样性 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面对欧洲通膨 燃料和农业原料价格上涨 新的工作方式将增加生产成本 有些欧盟成员国还削减补贴 让不少小农难以附和 此外 欧盟打算和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农民团体就批评 国产农产品将男子一廉价进口商品 目前在欧盟主要农业国 有些政府已暂缓不定农民的新措施 但拖拉机车对抗争仍持续蔓延 一定使农民更进化在欧盟总部外展开示威 而本次欧洲峰会 欧盟将修订联盟预算 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金 暂时没有将欧洲农改问题纳入一程 公司新闻梁一编译 关心天气 东北季风南下 北部东北部的高温 大概是20到23度 整天感受偏凉 至于其他地区 白天依旧舒适温暖的天气 高温25到30度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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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